中國大陸的民眾表示 中共為了維護統治欺壓百姓 現在還坑害世界人民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荷花說 今日鄭重聲明 從今日起退出曾經加入的 中共的少先隊組織和共青團組織 除去邪惡印記 與中共黨徹底劃清界限 中共邪黨數年來為了維護其統治 欺壓 欺騙百姓 給國人洗腦建立防火牆 封鎖一切真實的消息 沒有言論信仰自由 把百姓關在中共統治下的牢籠 疫情傳播世界各地 坑害世界人民 尤其多年來 迫害法輪功 對神犯下不赦之罪 人神共憤 我願逃出牢籠早日做自由的中國人 廣東的李達全說 當官的一直都是高高在上壓迫人民 打傷人還能不被抓 只有共黨垮臺才能有真正的民主 才能讓中國人過上自由的生活 辛百姓苦 亡百姓苦 希望用無硝煙的戰爭讓中共垮臺